以大悲咒修持 也期望能够和大众广结善缘 大悲咒水是持大悲咒之后所得之物 其功德力在佛教经典《大悲陀罗尼经》中皆有阐述 宽如法师秉持观音慈悲精神 以修持过的大悲咒水为众生祈福宵夜 长期来就在海内外各地以大悲咒水和众生结缘 那么昨天大家非常热烈的渴望来求法 那么我们通过了众生有求 我们就会要来跟大家弘扬佛法 有这个机会来分享 热烈的这个祈求我们就安排 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八月 再来这里举办法会 并且来骗洒大悲咒水 消除我们大家的这个贡业吧 希望气暴之类的天灾人祸的事情 能够降低能够减免 能够明阳两立 将佛法来推动 让每个人都发菩提心 我想每个人都发菩提心 我们这一片土地一定会很光明 会消灾免难的 这次在高雄骗洒三千的法会中 宽如法师乘车沿路骗洒大悲咒水 于高雄三多路凯旋路灾区 路面的重建虽然已经完成 但民众心中的阴影 和顽固的众生 仍需要佛法的仆辈 不只有形的重整 无形的众生 更需要仰仗佛菩萨之力 来给予救度 这次的骗洒三千 也是应众生需要而办理 法师即使不是高雄人 却仍心细关心地球上每个受苦的众生 其悲心宏愿令人赶赔 法界新闻吴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